哦,这今天马上明天晚上国足对日本比赛 那么我们的我的群里面聊得很热闹 那么我就聊几句 因为就等于回复大家了嘛 不要我再一个一个回复了嘛,对吧 首先呢,对这个比赛呢 我们就要就是比较理性的看待 对吧,你对日本有历史恩怨 对吧,这个是不能否定的 那么你化作力量也好 但是单单力量有用吗 对吧,恩怨很多 你把这个历史涉及到足球来 可能就是说你鼓劲可以 那么是不是能够踢得比较理性 拿出技术来 这上面可能需要大家思考 就是着重理性一点思考 那么这样,日本对呢 申宝一的主教练呢 他已经表态了 那么我们这个媒体上的做了一个视频 说他比较狂妄 就是说实际上呢,这个呢 不要过度解读 好像是对我们民族的狂妄 好像是我们对什么 这个没有必要我认为 因为实际上在足球方面呢 就是讲实力的 那么我们看到了 就是我们一个媒体 叫上 亚文热爱生活 他发的那个就是帖子 就是说 据国主比跟日本开战还有两天 日本男所主教练公开言论 什么日本只需要三天集训 这个事情我以前都谈过嘛 在离铁到那个中东打比赛的2021年的时候 9月份、10月份、11月份 我谈过这个问题啊 他们要封闭训练 你封什么毕业训练啊 你这种水平人家谁来看你啊 说实话 谁有中国记者去的 因为这个是基于 我从专业角度出发 他这种自信是等谈足球 你涉及到民族感情历史恩怨 这个就是你把他那个夸大了 就是说这个没有必要 狂妄之急 希望国主不争馒头争口气 那么这种争也好不争也好 这个要拿出东西来的 不是包一个酒店 我不是讲了吗 离铁带去的时候 什么封闭心怜 还要什么弄得像场面 是像人家像拿世界杯冠军一样 你一打打了以后 全都世界杯也没打进去 对吧 这种东西我们要理性看待 不是批评我们媒体 这种东西呢 他这个讲话呢 是基于跟我从专业角度是类似的 那我不能跟他比 他不带日本国家的 我只不过是踢了球以后 稍微对足球有一些跟进 对吧 就这样的 不能把自己乱贴金 把自己无限的抬上去 咱们能力还是有限的 对吧 年龄也到了 只不过活动活动 看看球 聊聊聊 大家能够学得到学得到 互相交流 我也学到东西 交流当中我也学到很不少东西 对不对 那么这样看呢 我认为森宝一的讲法 是出于纯足球的层次不一样 技术不一样 谈这种话的 确实是三天就够了 我讲过了 你一个优秀 较微优秀的球员 你三场球一打 就训练以后 传接球一强 然后游戏六核 或者叫四两 抢劫一强 就马上知道你的个性了 分队比赛 打个三十分钟 一天 色门烈烈烈 韧带拉一下 就是把强劫的心理素质 调到最佳状态 马上就比赛了 到了场上 都一样的 球员 球员有类似的 高级球员很接近的东西 有共同点的 你落后就是 技术不堪了 那就不一样了 到上面就是到上层 最高层的 就是宝塔字的这个形啊 宝塔形到最上面 都是类似的 这种比赛阅读啊 或者是我们讲比赛阅读啊 什么理解了 什么你不要去 球场上一踢 就知道了 对吧 所以这个问题要搞清楚 我估计呢 这个比赛呢 就是我们会拼足 又是拼 日本队不会跟你拼的 人家还是打人家技术 因为有技术的队伍 他不会拼命 没技术 在技术比较相对差一点 那么可以拼命 差多少 明天晚上看 对吧 那么我期待的 国主打出一些新的内容来 那么在这个上面呢 就是我们对日本队呢 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人渣一次队伍 基本上全都是在欧洲踢球的 我们几个 规划球员都不能上了 就不谈了这个问题 不是羞辱自己 对吧 那么日本教练这种讲话呢 可能呢 就是对我们来说呢 就是好像有点 接受不了 因为我们把其他的感情 历史恩怨 民族感情 带上来了 这个呢 我说今后呢 就是尽量减少一点 你在古武世纪上 球队主教练啊 领队啊 可以拥有 媒体 你去骂人家 国马 球场上呢 这就没意义了 对吧 那么我们再看 那么有些呢 就是我们要有些情况呢 对必须要证实自己的情况 你说 拜哈拉姆不能提 对吧 受伤的受伤 可能张云林也不能提 那然后呢 还有一个球员 就坐了轮椅回来的 李磊不能提 那么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要考验 就是老一万 教练的那个排 阵容排布了 安排了 那么从他对那个 就是那个 八零的比赛来看呢 他确实拿出一招 就是我也讲过了 规划一个没有 连蒋光泰都没提 蒋光泰算得我们是 中超老练队伍 国家队长客 而且是绝对主力 他这个变化呢 他是有的新颖东西的 那么有一个 国家队退却叫什么 就什么 就谈到那个 谈到那个老一万 他一口赞扬 那么这些东西呢 我认为呢 也表达一些 个人的看法都可以 我都是代表自己 我不能代表人家的 对不对 那么 叫什么 唐小冬啊 叫什么 我一下子忘了啊 反正就是山东的 他原来替我国家队 他讲了一个点道理的 就是说他对老一万 这种看出中国足球的现状 判断 他是有道理的 那么这么多 我们也说了 这么些年来 搞足球协会 拼行老一万 也这么多年操作了 你多多少少也有点经验 你不会拼了一个 连什么都不懂的 这个老一万来 这个也不可能 对吧 这个我们也要认可 但是我们不是很先进 这个也是事实 对吧 老一万来了以后呢 这个圣灵啊 可能要要要要看看了 因为对日本队我讲过了 日本队的中尉啊 是原类 那么高中峰呢 他们媒体上说 有可能是叫那个 蒋胜龙来担任 因为他 他这个球员 所以多功能啊 就utility我们叫 就是什么位置都能打 那么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嘛 对不对 那么我们看看 如果今天 明天就是晚上的比赛 我们希望大家也期待赢 赢了以后呢 可能就小组排名 那么我们也要 必须证实一些问题 对吧 赢比赛 这个是大家期待的 那么第一呢 就是说理性一点 假如输了以后呢 我认为 场面内容细节过程呢 不要太难看就可以了 假如赢了那是最好了 那么确实要庆祝一下 对吧 但也要理性一点 那么骂人就不要骂 我说的是观众 有时候观众就吼起来以后 这也吃不消的 那很可怕的 真的 那么最近呢 中国那个足球现状呢 那么昨天早上 昨天都发出来了 那么打架什么的吧 这些都是要注意的 那么其他呢 我们认为呢 关键就是阵容改变 怎么改变 这个是又一次考验 老意外的能力 因为我们看到了 对巴林达 巴林达的时候 大家都祝福意料之外了 说实话 我们以前的 包括李铁 我们包括一些国家 里的等等教练 你的阵容 老百姓都能猜得出的 什么 一成不变 你包括李皮 把那个什么 球员叫出去 踢到后来 他妈的 老头自成的发火 工资也不要 找了找了 我再也不回来了 这个是什么 保守嘛 也有一种就是我们对球员的观察能力 他的助理教练 包括我们中方教练 你弄出去的 我们11个球员 8个9个10个猜得中的 你还谈什么 人家老意外来了 他就是不同嘛 所以教练都有不同的特点 千万不要把老一半 当然我对 就是前男士拉布足球 我是保留一点看法的 我认为 我们请教练没问题 但是我们学足球 可能不是学他们的 这个是我的观点 也是不学印钞的 这是我的观点 当然大家可以骂我 骂了以后能赢球最好 你赢不了球 你骂了一个人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要搞清楚 那么其中有一个 最主要的问题 大家要知道 小竹赛下来 我们六分 人家也六分 输球最多的是我们 我们输三场球 所以这个问题 要大家引起 稍微冷静一下 可能提这个问题 大家可能不大高兴 你说我输三场 但我也赢两场 对 你也赢两场 输球是所有六个队里面 最多的球队 这里面看出我们有点软肋 对不对 这些问题都要注意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比赛马上接近了以后 伤病的情况 残缺 阵容残缺 确实是一个 比较难的议题 对吧 你第一阵容 那么现在把王振奥 造进去了 那小伙子呢 吃不吃牛都不怕虎 这个是没问题 他比较 这个球员比较灵巧 就转身 加速什么都比较理想 对吧 那么他们也讲到 媒体也讲到 就是关于那个 李帅没有去 那么这个就是老教练的决定 就是老一万 这个我们也尊重教练 对吧 那么李累踢的也不错 那李累受杀的话 就比较 比较麻烦了 对吧 那么现在就看 古迹的我们也不预判 那个就是阵容了 就主要跟日本队打 说实话 靠冰墙 你技术赚不了油 就是从拼抢型的 就是说 就体能啊 积极奔跑啊 兴奋点高一点啊 激情要有啊 这上面来思考 这样踢的就是 至少对日本队来说 是形成一种 比较难打的局面 这样如果能够形成 对方难打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说 是有一些希望 这些希望就是说 赢球的话呢 就一两个球 一个球最多的 对吧 你能够打进对方球门 也是不错的 因为我刚才讲了嘛 你要证实一个问题 就是三场球 输球小组赛里面 是最多的五轮输三场 对不起啊大哥 所以这个问题 就是要大家注意一下 对吧 所以足球也需要理性 对吧 我们就看看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比赛比较关键 可能会影响 就其他队伍啊 出现与否 包括我们自己 但首先要我们自己出现 对吧 那么最后呢 我们谈谈就是说 对领教练啊 就是认可与否 那么这些呢 就是说有不同的 那个 就是不同的看法 有些教练们 把一万骂了一通 有些教练们就很热渴 这个都是可以 有不同的观点 又都是代表自己嘛 球迷也代表自己 我们说实话 很多专业人员 也是代表自己 你不可能代表人家的 对不对 大家谈一些不同观法 不同的观点 但是大家切磋交流呢 可能对 我认为我也看 一些视频就是 比如退役的国角 就强了 你包括高峰啊 也谈了 我都看了 因为这些东西 不断看啊 你跟进啊 你再学习 不要以为老的都好 我看看中国这些老一辈 也谈不出什么东西了 谈谈谈谈以前怎么样 现在跟你谈什么以前啊 谈将来 谈现在 对不对啊 以前我们怎么样 不要谈这些东西了 对吧 这些国角也好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现实情况 对吧 球队呢 就是说 在变化 现在我也就关注 清训国内清训 那么也有一个话题呢 就是说 我跟一些朋友谈到 中国足球的这个 投资环境啊什么 说实话 我不在国内生活 基本上我不谈这些话题 没意义 谈这个东西一点没意义 对吧 那么有一个凑巧的是 我在以前的视频里面 讲了不断 不断就是谈到这个 就是中国球员的那个 薪资啊 就年薪 这次可能呢 就是说 新的足球规范出来了 就是新的规则出来了 好像是五个外员 一千万欧元 然后中方球员呢 可能是五十万年薪封顶 那么当然 他这个封顶是 你可以调整的 年薪球员少一点 年老的就优秀球员增加一点 就是他里面这个 可以调整 这个是什么消息呢 就是小侠五认证啊 11月12日 12点14分 辽宁的体育领域的创造者 那么他这个东西呢 就是谈出来的 就是观点啊 和我比较接近 我认为就是说 中超这种水平 年薪五十万 那当然年薪不是 大家绝对化平等了 你主力队员应该多一点 非主力队员少一点 对吧 你这个就是 可能就操作性 可以多一些 因为大家资本流入啊 除了国企 你士气也可以介入 对吧 那这里面呢 就涉及到什么问题呢 中国就是 中国这些 有没有可操作性 你把所有的 足球文化 已经固定好了 你要去改变 去纠正 就比较累了 就代价比较大 所以这个问题要注意 投资环境好不好 我们不知道 中国环境我们不知道 外国你可以投资 这是我目前在澳洲 你可能 可能会有点希望的 对吧 那方式是另外 不谈 内容细节就不谈了 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看到了 这个新邀消息啊 就是11月12号的消息呢 涉及到谈到就是 因为离铁的贪污犯以后 延伸出的话题 对吧 就是说他今后 怎么怎么判法 这我们不假 这都是个人观点 就是自媒体的观点 那么 所有的球员的年薪 是不是会调整 降到什么程度 我们也不能界定 就是说 他是作为一种自媒体来的 那么现在来看呢 就是说 可能这种做法 对中国足球改变呢 会造成一些冲击 因为原来 全球都是300万500万 税前的或者税后的 这我不知道 那你一下子降到 只有百分之 原来20% 30% 那个上面有波动了 因为改革的时候 都迎来竞争 竞争里面有输赢类啊 对吧 你有改革并有输赢 有竞争嘛 输赢以后 那些球员就受不了了 所以这会有一个动荡期 那就包括五个万元 1000万欧元的话 你也会有俱乐部动荡期 可能 观众要下滑 水平可能就不是很高 那么这就考验 另外一个既有机会 又有挑战 你即使有挑战 你也有机会啊 那就看你球碳的作用 你不是培养球碳了吗 对不对 你还要一个规划球员 你规划29岁 假如打不进世界杯 下一年就34岁 你叫人家怎么踢啊 所以这都是一个机会与挑战 共存 那么你改革也是的 改革以后我讲过了 对吧 就不多重复了 所以这些问题原来 你不是要什么 要球碳 你怎么配球碳 你怎么看得出球队有问题啊 教练是有问题 教练不可能再去外面去 花时间去找找外员 你要球碳 你的经济人 你要有这个能力啊 对不对啊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挑战 所以机会来了 改革了 全降了 200万欧元 你能找到什么球员 你能找来以后 你能不能配 配到俱乐部 配不上人家又是水货吗 同样教练也是 你能不选出一个教练 适合这个队伍啊 都是一个挑战 机会也来了 降薪以后都是改了 不是大牌了 都是低中流的球员 你能找吧 这个对数大家挑战 好了 今天就谈这些